我好朋友终于生了 我现在去她那二十几万的月子中心看她 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有一堆八卦要跟她聊了 现在非常的就是期待听她吐槽 其实她的喂养和育儿观念就是比较的怎么说 开明 所以今天也可以跟她聊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我来看一个孕妇 宝宝 小明叫什么 小海财 小海财 她在看什么看眼睛啊 这个是黑白卡 她现在已经可以看了 就是对她视力好吗 对对对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小的婴儿了 堵堵堵 这是刺我 就是宝宝可以在这边放出 装袖也还挺舒服挺好看的 餐桌厨房 这边呢 这个是土锅 因为我睡觉的 然后这块她可以处理一下工作 然后那个是衣帽间 你一个人在这睡 她待在陪我睡 衣帽间 衣帽间没啥 就主要是什么月子土锅什么之类的 卫生间 现在阿姨在打扫 她一般什么时候醒着 她一般早上 早上我醒一会儿 下午洗澡甜会儿的情况 她头发好好呀 我小时候都没有头发 她头型也很立体 以后不用假发片了 对 你的假发片就是 不能传给下一代了 没有你活 我没有什么假发片 我精心给你准备的 首先是一个红包 还有红包 这个红包是我特意买的 看没有喜得柜子 这非常的精明 人快看她这样的 我才知道还有这样的红包 好好玩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挑的礼物 它是一个照片打印机 就是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打印照片 然后呢 我还自己就是给你各种尺寸的相纸给你买了一套 看起来就是想到头已经糊了 我真的查了很久好吗 做了很久的公布员 来吧 说一下你不喂母乳的事情呢 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不喂母乳的 我是打算就是喂很短那段时间 因为不是说母乳还是比较好吗 我是想在月子里喂母乳 但是我之所以不喂母乳是因为后来我去看了医生 然后呢 医生就说如果我月子里断 蜜乳素会很高 因为你本身出奶就很费劲 然后你再断奶就在这一个月里时间你就会很遭罪 容易得乳腺炎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加上我就是本身乳房有一点点的小毛病 综合考虑我就没喂 但我没喂这件事 我是先跟我妈说的 然后我妈就是她觉得只要我身体健康才能照顾好保护吗 然后所以她就没什么别的想法 然后就还挺支持我的 我本来不是不打算高中 后来我想了一下孩子是我生的 就是我想怎么喂怎么喂 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她说是属于尊重她 但是她不能替我做决定 然后所以我就跟她说了 但是她就是没想到还挺开明的 她说就是说喂不喂就是是我自己做决定的 然后她觉得都行 她说那个奶粉也现在也都很全面很健康 至于她妈就是她自己跟她妈说的 她跟你不说实话了吗后来 我婆婆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那个不喂不乳是为鬼奶 就还是瞒着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对就没必要就是搞僵了 因为她也得帮你看孩子什么之类的 就为了家庭和谐 但是是这样就是我老公是跟她说了我不喂母乳的 然后她是用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玩笑的这种 但是提前跟她妈就让她妈就是心里边有点就是感觉的这个事 她说杨兴伟就是小时候就吃那个奶粉长大的 然后呢我是不是吃母乳 她妈说对你吃母乳 她说那我得让我儿子吃奶粉 因为她比我聪明 然后她妈当时就说还是母乳好吧 没有有的话就是肯定还得是喂母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但是她也没有说就是很激烈的说你自己要就是怎么怎么毕业的也没说 我就是过去了 等我到了那个美中一和的时候 她生产前会问你一声 你是要打算母乳还是人工喂养 然后我就说我人工喂养 然后我说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的 她妈是听见了 她听见了之后就是她什么都没说 但是呢她每天会给我发微信 然后说你那个还是要母乳啊 然后就是挤一挤奶啊 对你好对孩子 所以她应该是不知道你吃回奶药的事 对她不知道 就是你要是想好了就是生完马上就得吃 其实越脱你就越容易出奶 就科普一下我之前也不知道 就如果打算人工喂养 如果你抛妇产就六个小时 你要是顺产就生完马上 就得把回奶药吃了 吃一颗就好还是要吃好 我吃了三颗就是一天吃一颗连吃三天 反正我是一点都没有 我也没体验过脏奶 就直接回来 找了很多痛苦 因为本身就是母乳和奶粉 就是是一种选择没有对错 然后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想怎么喂就怎么喂 反正吃奶粉也能健康 其实也没有一个调查研究 或者是科学依据说哪个绝对比哪个好 母乳确实是最好的 里面含有免疫球蛋白之类的东西 但是吧 就是你为什么孩子都能健康长大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 然后还有你的情绪 你觉得你可能会产后抑郁 像我之前不是有抑郁症吗 如果我睡眠不好的话 我就是像这种又睡不好觉 然后又再加激素水平下降 我很有可能会产生 你不健康你不开心 孩子也不会开心 对妈妈不好 在这个胃不胃母乳这个上面 全部的占比都是考虑 是否对孩子好 对 我觉得应该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考虑 是否对孩子好 另外一半考虑 妈妈的身体和她的感受 不应该完全考虑孩子 然后就是完全撇开妈妈的感受 和她的主观意愿 对 而且本身你想就是孩子也是你生的 就禁产房受罪也是你受罪 就是你想怎么喂她 我觉得这个妈妈完全可以做主 反正小海台现在吃奶粉 她去做体检 她各项指标都可好了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体重啊什么的 也都长得很好 反正我婆婆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是因为吃了回南药 第二天的时候 她还捏了一下我的胸 看我有没有母乳 我当时也挺别扭 但我还是忍了 然后就确实是没有 而且你不喂母乳这件事 就是好多人都会说三道四 就我去医院 那个就是有一个演练 然后这还是私立院 我觉得私立院相对来说 应该是比较那什么的了 对 然后那个住产室就问我 你是母乳还是奶粉 我说我应该是人工喂养 我说我乳房那个有一点点问题 然后我看了医生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 什么情绪有问题 所以我就就是打算 母乳什么的 她说哪个医生跟你说的什么的 母乳是最好的 然后就就巴拉巴拉说一堆 住宅室 对 然后那个就是 她说我们这边都得是 你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然后放你胸那块吸一吸 然后让他有秘乳素什么的 分泌一下 而且怎么怎么地 POA我 然后给我寄的 然后后来那个 正如云跳过来 她说我们想那母乳 想那奶粉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后来就闭嘴 就是那种 就是挺道德绑架的 我觉得 冲奶了 在月子中心还是很值的 咱们就可以在这轻松的聊天 看一下喂奶的过程 上面三分钟 吃的可快了 后面一块儿比较 为什么要转两下 是有原因的是吗 对 让她上嘴成她下嘴 她翻 我外翻 不然她吸不住 你有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观察 她死心 第一次发现 感受了吗 差不多两个问题 刚刚医生说是什么问题 刚后长说是 伤口底下有波动感 然后有可能是里头 还有脂肪 还是有液体 没流出来 你之前肠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脂肪一换 它是怎么着 就是伤口长上了 但是呢 轻轻消毒之后 它就裂开了 然后里边流浓出来 不是浓 是脂肪出来 就是冒着油的那种脂肪 它是抛肤产的一个 有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 这样子的话伤口就长不上 长不上 就得生挤 不打麻药 把那个挤出来 要不就是引流 然后弄完了之后没有了 之后然后再让它长上 疼吗 你就不打麻药 我在自己刀口上升几 你就想疼不疼吧 人间疾形 抛肤产就是肚子上打口 顺产就容易产到受损 阴到受损 然后就是松弛 抛肤产相对好一点 也会松弛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 痕疾肌就会受损 但是肯定没有顺产 松弛的棉状 鼻孔也透气过 这样子 生的过程还好 是吧 对 就是打了麻药 就一划了 打了麻药 它给你切 然后它给你往外摁的时候 会挺难受的 然后那个 但是出来之后 打麻药之前 不会体会什么 不用体验阵痛什么的 不用 生完之后 当天它是有止痛泵嘛 然后呢 而且你躺着 那时候麻药劲没过 有止痛泵 没事 第二天要下床 必须要下床 就那下床一瞬间 就感觉五脏六腑 都打到了地上 贼疼 就是出汗看不见了 但是 就是我就还是觉得 它再疼也没有顺产疼 而且就是 你不一定有的人 能很顺利 有的不顺利 我就不行 我就有可能会顺转泡 它让我试馋 说可以 我想算了 我朋友就是顺转泡 就是都就很痛苦了 就是两个的痛都瘦了 不划算了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产康项目的收费 厂后私密排斗 现在就能够 完全能够下来 下面是一些基础 基础的也要一千多一次呢 但它这个你住在这 它都会送你 四肢舒缓按摩 就要一千零八十吗 来我来帮你按 你把钱转我呗 现在要给它第一次绑绑带 这是为了收胯骨吗 收腹 收腹 从外界这么绑 外力能塑形啊 可以的就坚持宝 是不是感觉腰是支撑着的 对 像之前的吗 就骨盆就感觉很紧 这能是让腰瘦吗 它专门就去收腹的 你就关心瘦 我是发现了 哎 我有专门的家属菜 这个托盘里面 是月子餐 比较清淡 然后这个是家属看的 我生了孩子的时候 就觉得宝宝可可爱了 以前根本没有那种感觉 以前可烦小孩的 你说你那个 生小孩之前 可讨厌小孩了 对 我生小孩之前可烦小孩了 但生了之后 就是看自己的孩子 就感觉怎么这么可爱 我恰当的类比一下 就是我养狗之前 对猫狗不感 就既不讨厌也不喜欢 我养了之后 我看其他所有的猫和狗 都也觉得很可爱 对 我也是 然后有一天 我不是脂肪液化 我爸住了一天院嘛 留关了一天 就那天晚上 就是没跟他在一起 我一晚上睡不着 叫想着失眠了 我就是觉得 你这么想 就跟妈妈分开了 因为要跟老公分开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从你觉得 生完之后 不会相关小孩儿喝 到现在你觉得 谁是特别想话想话 还有什么其他变化 生孩子一定要想好 你的生活 就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对男生 没有什么影响的 他干干嘛干嘛 但是对女生的 影响就会比较大 你本身产后 就是激素水平下降嘛 然后再加上好多事儿 就是面临很多问题 然后如果你的那个 另一半在 就是不是很给力的话 就挺容易产后抑郁的 你觉得你现在怎么样 我是因为 我不是怀孕之前 有点抑郁症和焦虑症吗 所以我觉得我情绪 稍微有点活动 但是我还好 是因为 就是这边有人帮我 就是经济基础 还是蛮重要的 对 就肯定得有人帮你带 很多人抑郁就是累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累 就是累 你想吧 我不母乳 我每天晚上 基本上可以睡整觉 但你要是母乳的话 基本上两个小时 就得行一次 然后呢 他只要一哭 你就得被奶 然后而且就是 你这个时候 你还面临着你起来 你老公会不会也 陪着你起来的问题 他不起来 你就心里会不平衡 对对对 心里就不平衡 而且生完孩子 我觉得我算 掉体重挺快的了 我肚子还 没有完全回去呢 你在那个母乳 也好 或者说 好多妈妈也好 就在面临自己的那种 就身材走样什么之类的 哪也去不了 就挺容易 就是没钱就 真的要慎重考虑生少孩 就是孩子怎么着都能养大 但是没钱的话 生的话 你就会很累 因为你想生完孩子 还面临骨盆修复 腹脂肌修复 然后各种修复 然后那个 有的有妊娠纹 但还得修复妊娠纹 也是一大笔挂脚 然后再加上 孩子的好多东西 而且即使就是 可能有的家庭 他们要求没有那么高 不做什么 这修复那修复的 你就纯照顾小孩 他一天花20多个尿不湿 还要什么胃奶 我们说也知道 那的也是 对 就是要很精进 比如说买那种很便宜的尿不湿 然后纯木乳 然后那个 就少买点东西 但是你有孩子的时候 就想给他最好的 这种一般都是 肯定不会很便宜 好了 我在他这儿 就是已经待了大半天了 就是能看出来 就是坐月子 确实是 真的很无聊 有点无聊 对 他的月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 以后我每天吃完饭 溜弯就过来探望你一下 给我姐姐妹 要不然我睡得太烦了 我给你姐姐妹 给你来个什么 前滚饭后滚饭 对对对 对 好了我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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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